第1631章 完胜夺魁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宇木 随着谭云一声大吼 顿时 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但见高达万丈的风之天神之力 瞬息间涌入了谭云手中的神锤之中 谭云手持神锤不仅不闪不躲 且还冲天起 左手自胸前掐起法掘 右手紧握神锤 自虚空中舞出一缕缕懒的轨迹后 猛然朝千丈神剑的剑尖杂取 没错 就是如此简单 粗暴而直剑 碰 火星四剑中 随着一道惊天巨响 神锤早击在锤直而下的剑尖上后 千丈神剑发出了剧烈震战之音 一圈圈余微气浪 自虚空中成同星园 朝四面八方极速延伸 延伸中虚空纷纷崩塌 一时之间 整个疑神园上方 虚空彻底沦陷 陷入了无尽的黑暗之中 唯有那千丈神剑格外的耀眼 下一瞬 千丈神剑的剑尖和神锤撞击的刹那 爆发出了一轮刺目欲瞎的洁白能量 那能量犹如一轮硕大的骄阳 自虚空中轰然爆碎开来 使众人眼中一片雪白 看不清神台上的景象 很快 当苍穹中漆黑的空间裂缝 和那刺目的能量风暴消散时 一道不甘而虚弱之音 传入众人耳中 啊 为什么 为什么我强行施展出了十二时 还是没有它强大 众人举目望去 但见苍穹中 弹云手持神锤 毫发无损的踏空而立 反观千丈神剑 却被一锤砸飞 呈现抛物状 朝三十号神台方向坠落中 浑身是血的宇文鼠 从剑身内飞出 犹如陨石般 重重地砸落在了三十号神台上 宇文鼠在血泊中 身体不断地抽搐着 口腔内一股股血液喷不而出 鼠儿 宇文神王心急如焚的自洗胃上 掠上三十号神台 将奄奄一息的宇文鼠抱在怀里 宇文鼠睁开沉重的眼睛 眼皮 一滴滴泪水 滑落血肉模糊的脸颊 颤身而虚弱 父 父亲 我输了 输了不要紧 你伤势很重 不要说话 为父这就给你疗伤 再把你的断臂给你接上 宇文神王说话间 寄出了一座戒子时空神塔 抱着儿子进入其中 这一刻 席位上 百成神王望着踏空而立的谭云 颤抖着老区 站了起来 激动的泪水夺框而出 一声沧桑的长笑 道不尽他的复杂心情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夺魁了 我百家军夺魁了 沐风神王缓缓起身 探出了皮包骨的右手 望着谭云 伸出了一根大拇指 质地有声道 云儿 好样的 谭云微微一笑 略整紫袍 深情地看了一眼 轩辕柔厚 紫袍烈烈飞落在神台上 啪 啪 啪 第二排席位上 混沌天尊接连拍了三下手掌 望着谭云道 年轻人 你很不错 本天尊很欣赏你 谭云不骄不躁 恭声道 多谢天尊大人谬赞 嗯 混沌天尊满意而笑 旋即 看向无上神王 宣布吧 属下遵命 无上神王遏制着心中对谭云的怒火 朗声道 本神王宣布 生辰大典博弈 夺魁者是百家军金云 金云只是三等天神 却能一次次屡战屡胜 势不可挡夺魁 此乃 正验证了我鸿蒙神界 天才济济之时 无上神王在表扬谭云时 实则恨不得活活掐死谭云 无上神王又道 夺魁者金云 已获得了挑战天尊大人千金 少爷的资格 天尊大人有言 只要战胜少爷 千金 便会收为记名弟子 不仅如此 若还能获得千金的芳心 便有望成为天尊大人的成龙快婿 金云 你可要好好表现 莫要让天尊大人失望啊 文言 谭云面朝灵霞天尊 深深居功道 属下必定全力以赴 不让天尊大人失望 嗯 灵霞天尊点头道 本天尊期待你的表现 还有 既然你夺魁 那么你可以说出一个心愿 本天尊会帮你完成 文言 谭云深深居功道 回禀天尊大人 属下有一个亲人肉身被毁 只剩下了一缕残魂 属下不想让他轮回 想要为他重塑肉身 可是 属下根本不知道 天底下有何物可以重塑肉身 文言 灵霞天尊望着谭云 目光赞许道 本天尊以为你会要其他奖励 未想到却是舍己为人 从此心愿便看出 你是个重情义之人 刚好本天尊手中有一块宁魂重塑神石 便赐予你吧 文言 谭云心中激动不已 面上却装作一副迷茫之色 宁魂重塑神石 真的可以重塑肉身吗 当然 灵霞天尊语气肯定 吉尔说道 此神石天底下仅此一块 本天尊很是看好你 这才同意赐予你 你收好了 灵霞天尊御指间 神界闪烁中 一块通体雪白高达三丈的神石 自谭云身旁凭空而出 多谢天尊大人 谭云深深鞠躬 旋即 将宁魂重塑神石 视若珍宝地收入了神界内 金云 你可有空白欲减 灵霞天尊问道 有 谭云如实说话间 祭出了一枚玉剑 本天尊把重塑肉身之术 写在玉剑上 以你的聪明 你会懂得如何做的 灵霞天尊说话间 将玉剑射入手中 神石沁入其中 写下了一行行字迹后 又闭一幅 玉剑悬浮在了谭云身前 若今后还不懂 本天尊可以指点你 多谢天尊大人 谭云一副激动地浑身发抖的样子 实则心中冷笑不止 他不用看也知道 玉剑内的术法 也是当年自己传授给灵霞天尊的 而此刻众人望着谭云的眼神变了 他们从灵霞天尊的言语中 便能看出 其对谭云可谓是格外的青睐 嗯 灵霞天尊点头笑道 日以洛西山 本天尊允许你进入时空法宝内 恢复实力 然后和世民失音博弈 属下遵命 谭云应声时 慕风神王祭出了他的戒子时空神塔 说道 云儿快进入恢复实力吧 嗯 谭云点点头掠入神塔内 心生激动道 太好了 凝魂重塑神石终于到手了 得到凝魂重塑神石 距离救活玉树只差找到精灵族了 玉树你等着 我会清静一切 早日找到精灵族 然后让你复生 本章完 第1632章 激战黎世民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笃定主意后 谭云盘歇而坐 开始恢复实力 外界时间 片刻已过 轰隆隆 塔门徐徐打开 精神抖擞的谭云 卖了出来 你小子终于出来了 第二排席位上 黎世民起身笑道 我那实力不如我妹妹 就有本少爷先和你开始吧 本少爷倒想领教一下 你的狂剑如潮 和一锤定天 到底有多强 话音腐落 黎世民长袍列列 飞上了一号神台 好 谭云微微一笑 足间点地 潇洒地掠上一号神台 这时 百成神王起身道 鱼儿 记住不可鲁莽 点到为止 黎世民俯视着百成神王 眉头一挑 你的意思是 本少爷 不是金云对手吗 少爷息怒 属下没有这个意思 百成神王顿时一惊 急忙攻身 我逗你玩呢 你不用紧张 黎世民笑霸 看向谭云朗声道 记住 不许让本少爷 就算本少爷受伤 也不怪你 嗯 谭云点头道 金云 请赐教 黎世民抱拳话落道 直接用你最强大的攻击吧 我们速战速决 决出胜负 谭云抱拳道 一切听少爷您的 谭云话音腐落 神界一闪 风为属性神剑出现在手 就在谭云准备动手时 黎世民忽然想起了什么打断道 金云 我记得 你之前说过 你已将狂雷剑绝 狂风神锤绝 融会贯通 创造出了新的功法 这样吧 你就用你此功法 来和本少爷搏一把 你之前施展的狂雷如潮 一锤定天 说实话 本少爷还不放在眼里 闻言 谭云手持神剑 嘴角微微上扬 好 那少爷 您可要多加小心了 尽管来吧 黎世民手持神剑 骤然间 体内澎湃出了死亡天神之力 和那浩瀚的时间天神之力 黎世民资质 果然非比寻常 他乃是时间 死亡双极品资质 请客之间 虚空中传来狂风的呼啸声 众人视线中 但见谭云腾空而起 双脚下方形成了一股游风 雷天神之力 幻化而成的漩涡 随着谭云身影不断攀升 他双脚下方的漩涡雷电交加中 疯狂暴涨起来 呼吸间 当谭云攀升到百万丈虚空中 他脚下形成了一股 高达百万丈的漩涡 漩涡中 一股股宛如雷龙般的雷之天神之力 急速盘旋游翼中 发出阵阵巨响 一股股狂暴的气息 自摩天漩涡内弥漫开来 吞噬了整座高台 也吞噬了席位中所有人 好强 黎世音峨眉一簇 天籁之音响起 个 你要小心 金云接下来的攻击 一定比他施展的狂剑如潮 一锤定天 要强大太多 嗯 我知道 黎世明说道 谭云手持神剑 足踏漩涡之巅 俯视着黎世明 少爷 您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你尽管放马过来吧 黎世明感受着 漩涡内传出的气息 如灵大敌 神色前所未有的浓重 那好 请接招 谭云化为腐落 手持神剑 轻声低音道 风雷起 苍穹烈 疾风呼啸中 高达百万丈的 风雷天神漩涡 梦幻般的冲天起 自虚空中 凝聚出数万道 风雷天神之力的 三尺三寸剑芒 数万道剑芒 自谭云头顶上空 继续悬绕中 谭云立声道 杀 羞羞羞 刺啦刺啦 顿时 数万道剑芒 带着雷霆之力 犹如一股 粗达十万丈的洪流 彻底冲碎了虚空 气势骇然地 朝黎世民吞噬而下 世民小心 灵霞天尊 神色有些紧张 娘亲放心 孩儿不会输给他的 黎世民画霸 嘴唇无声而语间 一股股时间天神之力 犹如一条条透明的神龙 自体内轰然而出 整整十八条 由时间天神之力 凝聚成的神龙 自黎世民头顶上空 以玄奥莫测的轨迹玄绕间 猛然画成一条 长达三百万丈的时间巨龙 So 黎世民轻云而上 射入了时间巨龙那透明的龙头内 手持神剑 目光冷烈到 站 当时 一股股乌黑的死亡天神之力 自体内犹如澎湃的潮水 吞噬了整条时间巨龙 呼吸间 时间巨龙变得漆黑如墨 黎世民手持神剑 自乌黑巨龙的头颅内 急速舞动 随着他舞剑 长达三百万丈的乌黑神龙 一招神龙百尾 抽碎了虚空 带着一方方崩塌的空间 抽向奔射 而下的剑芒洪流 砰砰砰砰 乌黑的巨尾 在抽中 粗达十万丈的剑芒洪流时 剑芒洪流 立即被抽得崩溃 哈哈哈哈 不怎么骂 黎世民大笑声 戛然而止 却是 原本被抽碎的剑芒洪流 再次重组 自虚空中 划出一道巨型弧线 冲击在了神龙腹部 顷刻间 神龙腹部变得支离破碎 有点意思 本少爷倒是小瞧你了 黎世民神色一速 笛声道 死亡灭神剑爵 黎世民骤然飞出了龙手 自虚空中急速舞剑 随着他舞动 灯时 一道道漆黑的剑芒 仿佛无穷无尽般 朝四面八方蹦射而出 展向了风雷天神之力 剑芒洪流 砰砰砰 历史 风雷天神之力剑芒 和一道道乌黑的剑芒 自虚空中 狂暴地撞击在了一起 给本少爷回 黎世民手持神剑 冲天起 双手持剑 朝剑芒洪流 隔空猛然一展 轰隆 轰隆隆 顿时 一道长达百万丈七黑剑芒 轰然斩在了剑芒洪流中 那强悍的乌黑剑芒 直接将一道道 风雷天神之力 剑芒击溃 红流剑芒 变得溃不成军 彻底粉碎 死亡九斩 黎世民自虚空身影 接连闪烁九次 释放出九到七黑的剑芒 彻底将红荒剑芒击溃开来 眼见此目 席位中的众神王 纷纷出声 少爷果真实力强大 不是京云所能比的 是啊是啊 京云输定了 在众人议论时 木封神王 百成神王 神色凝重 不言不语 就在众人以为 谭云必败无疑时 树然 天穷中 响起了谭云朗朗之音 剧 众人灯时 瞪大了双目 但见虚空中 被击溃的一道道 剑芒急速重组 眨眼间凝聚成 一把万丈之巨的锯锤 当锯锤形成的刹那 一股令黎世民惊恐的气息 弥骂出 谭云踏空而来 面带微笑 少爷 您若能在这锤下全身而退 便算我输 去 谭云口吐一去字 顿时 万丈巨锤带着雷霆之势 轰爆了整个疑神员上方的虚空 朝黎世民狂暴的砸下 速度之快 黎世民根本躲闪不及 本章完 第1633章 古神幻剑阵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我就不信本少爷 会输给你 黎世民双手持剑 仰头长笑一声 灵池内的死亡之力 全部释放而出 自他身后凝聚出一道万丈之巨的虚影 虚影如同放大了数百倍的黎世民一般 随着虚影幻化而出 黎世民的气息疯狂暴涨 双手持剑 朝轰然砸下的巨锤斩去 刺了 一道漆黑的剑芒 撕裂了苍穹 轰然斩在了万丈巨锤上 砰 得一声巨响 那犹如实质般的万丈巨锤 顷刻间变得布满了触目惊心的裂缝 反观那剑芒 和黎世民身后的虚影 便溃散于空 当时 一股深深的无力感 肆虐着黎世民的全身神经 滴答滴答 黎世民脸色苍白 额头上一颗颗痘痘大的汗珠 滑落英俊的脸颊 一股死亡的窒息感 侵蚀了心脏 嗡嗡 虚空震荡中 万丈巨锤 在即将砸中黎世民时 猛然一顿 继而徐徐溃散于空 嗖 弹云锤直飞下 凌空悬浮在黎世民身前 抱拳道 承让 黎世民脸色逐渐恢复正常 望着谭云 深深鞠躬 佩服 在鸿蒙神界所有的天神中 之前唯一让我佩服的人 是我妹妹诗音 而如今又多了个你 我甘拜下风 闻言 谭云笑了笑 好了 你继续恢复实力 准备挑战我妹妹吧 黎世民凌空踏出一步 拍了拍谭云的肩膀道 我妹妹说过 不管是鸿蒙神界还是始源 混沌神界 他不拘任何天神 我很期待你赫世音的对决 话吧 黎世民凌空飞落在第二排席位上 看着灵霞天尊 混沌天尊道 孩儿已经尽力了 他真的很强 嗯 你也累了些戏吧 灵霞天尊说道 黎世民点了点头 便坐在席位上 闭目凝神 恢复灵池内几乎消耗一空的神力 京云 好样的 混沌天尊笑道 恢复实力吧 是天尊大人 谭云飞落虚空 射入了戒子时空神塔内 开始恢复实力 第三排席位上 百城神王 目封神王颇为激动 未想到谭云竟然真的战胜了黎世民 第二排席位上 灵霞天尊测试黎世音 传音道 女儿 京云的手段你也看到了 她的确是个妖孽之才 怎么样 有没有信心战胜她 黎世音稍加沉思道 若京云方才施展的 是她最强大攻击的话 女儿觉得有七成胜算 娘的宝贝女儿 那如果她不是你对手 你会不会刻意让她 灵霞天尊化罢 又传音道 你先别忙着回答 娘能看得出来 你对她有些动心 黎世音沉默半赏后 摇了摇情手传音道 娘亲 若她没有未婚妻的话 女儿或许会故意 让她赢 可是她也有未婚妻了 所以她若想真获得女儿 放心 除非她堂堂正正地 击败女儿 文言 林霞天尊未在说什么 她想到女儿之前说过 只要打动她的男子 即便有妻子 她也会义无反顾地去大胆地爱 而现在女儿的话中 显然还是在乎 金云有未婚妻之事的 不过 林霞天尊也能理解 就算在这一夫多妻的世界中 很难让一个女人 豁达地去接受 自己动心的男人 已有另一个女人的事实 片刻后 戒子时空神塔塔门 轰隆隆打开 谭云面带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迈了出来 面朝林霞天尊 躬身道 天尊大人 属下实力恢复了 嗯 林霞天尊目光赞许道 你能战胜世明 的确令本天尊深感意外 接下来 你对世音不用客气 只要你能战胜他 本天尊便会收你为记名弟子 若将来你表现得好 本天尊还会收你为清传弟子 文言 谭云一副激动不已的样子 属下必全力以赴 嗯 林霞天尊点头道 本天尊期待你的表现 当然 你赫世音 可要点到为止 好了 上台吧 谭云毕恭毕敬地应了一声 紫袍烈烈 飞上了一号神台 他心中冷笑道 逆途 你放心 我一定会战胜你女儿 成为你的记名弟子 不仅如此 我还要 做你最信任的人 然后 把我当年被你背叛的感觉 让你也尝试一下 最终 我会让你生不如死 也遭受万事轮回之苦 下定决心后 谭云望着一袭白裙 圣血的黎诗英 抱歉道 请赐教 黎诗英裙脚飞扬 掠过低空 飞落在神台上 亭亭玉立 面朝谭云抱拳 天籁之音响起 请 您先请 谭云抱拳道 嗯 黎诗英请守卫点道 我修炼的是七十二路杀神剑 请赐教 听到七十二路杀神剑时 谭云微微一愣 这部功法 自己太熟悉不过了 因为这部功法 正是谭云昔日 是鸿蒙至尊时 一次顿悟时创造出来 这部功法 适合古属性极品资质者修炼 施展起来 磅礴大气 咄咄逼人 其威力之强 在众多古属性功法中 独占凹头 是最强大的功法 没有之一 此外 此功法分为七十二路 每一路又称之为一层 每一层有七十二招剑士 越往上修炼 难度越大 威力则越强 就在谭云暗存时 席位上的众神王 众家主 震惊不已 天哪 我可是听说 七十二路杀神剑 不仅是所有古属性功法中 最强大的神术 且还是最难修炼的一种 没想到天尊大人的千金 已修炼成功了 是啊是啊 我也听说过此神术 千金真乃天赋绝伦哪 耳畔听着众人震惊之音 灵霞天尊笑道 我的宝贝女儿 已将七十二路杀神剑 修炼到三十六路了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而高台上 谭云心中一灵 此女果真天赋一柄 她已修炼到了三十六路 那我在施展战胜黎世民的功法 断然不是她对手 七十二路杀神剑 是由谭云所创 她自然清楚 修炼到三十六路后恐怖之处 旋即 谭云似乎想到了什么 如是重负 因为谭云从脑海中 众多功法中 找到了一部 克制七十二路杀神剑的剑阵 此剑阵谭云当年创造时 赐名曰 古神幻剑阵 本章完 第1634章 侥幸取胜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就在谭云暗存时 黎世音妙慢的郊区内 澎湃出了浩瀚的古之天神之力 嗡嗡 虚空如水涟漪中 黎世音御手一番 一柄古属性 通体晶莹剔透的神剑 自御手中凭空而出 此神剑 乃是七阶极品神剑 就当黎世音正要施展七十二路杀神剑绝时 疏然 他胶躯一颤 瞪大了美眸 死死地盯着谭云 眼神中透露出了震惊之色 这事 灵霞天尊也豁然起身 望着谭云 老天 哈哈哈哈 鱼儿你隐藏得好深啊 百城神王亦是从席位上起身 激动得老驱发抖 其他神王望着谭云 亦是一副不敢置信之色 因为 因为在众目睽睽之下 谭云这一次 体内没有涌出风之天神之力 也未喷涌出雷之天神之力 而是 而是和黎世音 同样是谷之天神之力 众人难以置信 众人本以为 谭云只是风雷极品资质 未想到 谭云还是谷属性极品资质 众人之所以震惊 是因为通常情况下 人在拥有风雷资质时 很难再拥有其他极品资质 比如 拥有时间极品资质后 再拥有空间极品资质 这并不意外 因为时间和空间本有关联 可融合为时空 而风雷和古属性 则没有任何关联 在这种情况下 三种资质 能同时出现在一个人身上的几率 微乎其微 而毫无疑问 能同时出现者 必定是上天的宠物 试问 众人怎能不震惊 谭云俯视着席位上 激动不已的柏城神王 微微一笑道 属下之前不施展 是因为想要给您老一个惊喜 同时 属下觉得 这个时候再不施展终极实力 恐怕会必败无疑 好好 太好了 柏城神王激动搓手道 云儿 你要好好发挥 在天尊大人面前好好表现 嗯 谭云应声时 黎诗音望着谭云 背齿轻起道 我倒想看看 你如何能胜我 谭云一副情真意切的样子说道 我一次寻宝时 发现一处洞府 寻找到了一部名为 古神幻剑阵的功法 请小姐赐教 话音俯落 谭云神剑一闪 一柄古属性 四阶极品神剑出现在手 此神剑是谭云在血洗鸿蒙八天仙府时得到的 嗖嗖嗖 谭云手持神剑 施展了鸿蒙神部 急速围绕黎诗音频频闪烁 眨眼间 在黎诗音视线中 自己四面八方 出现了九十八个手持神剑的谭云 这 黎诗音感到有些梦了 他居然分不清 哪个是谭云真神 而在观战的所有人眼中 只见谭云手持神剑 凌空悬浮在了黎诗音身后低空中 在众人视线中 根本没有九十八个谭云 仅仅只有一个 这便是古神幻剑阵真正的奥秘 此剑阵可以迷惑对手 而旁观者却能看到谭云所在的位置 师爷 你发什么蛋 灵霞天尊提醒道 这才刚交手 你怎么可以将后背留给敌人 杨青 女儿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黎诗音心急如焚道 女儿视线中 被九十八个晶云包围了 根本看不出哪个是真神 此话一出 全场震惊 各大神王猛地揉了揉眼睛 在他们视线中 的确只有一个谭云啊 在场的所有人 唯有一人能看出 一号神台上 的确有九十八个谭云 此人不是别人 正是始源至尊 好玄傲的剑阵 始源至尊目光赞许道 此剑阵精妙绝伦 居然连本至尊 一时之间都无法破解 剑阵的原理 听着始源至尊的话语 在场的众人 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连始源至尊一时半会 都无法破解的剑阵 那珍贵程度 可想而知了 这时 一号神台上 黎诗音深吸口气 单脆闭上了美眸 释放出神石 笼罩住了九十八个谭云 冷冰冰的洞听之音响起 既然有九十八个你 那我全部击溃便是 画吧 黎诗音手持神剑 直接施展了最为强大的 三十六路杀神剑 黎诗音轻丝舞动 手持神剑 体内轰然又澎湃出了 空间天神之力 那澎湃而强大的束缚力 顷刻间吞噬了九十八个谭云 嗖嗖 嗖嗖嗖 紧接着 黎诗音化为一道道残影 挥出玉手持剑 自一号神台上舞动了起来 顷刻之间 一号神台上空 仿佛出现了无数个黎诗音一般 当当当当 紧接着 随着急促的金铁交集声 但见一号神台上 火星四剑 谭云和黎诗音 激站在了一起 谭云丝毫不敢大意 倾尽全力地持剑 渐渐致命地攻击着黎诗音 而黎诗音的三十六路杀神剑 可谓是千变万化 它犹如天女散花 每挥出一剑 那一道剑芒 便一分二 二分四 最终每一道剑芒 分成了三十六道剑芒 朝九十八个谭云吞噬而去 刺了 刺了 轰隆隆 轰隆隆 苍穹被谭云 黎诗音的剑芒撕裂 虚空无法承受二人的攻击 而纷纷崩塌 半个时辰后 夜幕吞噬着天地 二人依旧激站着 又过了半个时辰 满天星斗 昊月欠空 一号神台上空 谭云和黎诗音 释放出的一道道绚丽剑芒 犹如一束束烟花 照亮了夜空 令星辰暗淡 昊月无光 傅君 其实诗音已经输了 灵霞天尊 给混沌天尊传音道 嗯 混沌天尊点头传音道 方才 金云本一剑 可以绕过诗音的攻击 然后 来到诗音身后 一剑刺入诗音后颈 而他却改为了防守 我想 金云是不想 让诗音败得那么快 也给我们留一些颜面吧 还有你看现在 诗音已找到了金云的真身 一剑刺伤了金云右臂 金云躲闪时 虽然做得很隐蔽 可我们还是能看出 他故意放慢了躲闪速度 让诗音刺伤 若我没有猜错的话 我想最多三夕胜负便会产生 而金云会以侥幸的一幕取胜 让在场众人 知道他能胜过我们女儿 是侥幸而已 给我们女儿留足够的面子 金云辞子 心思缜密 做事懂得进退 是个好苗子 混沌天尊话音俯落 一号神台上 那一道道璀璨的剑芒消失了 映入众人眼帘的一幕 是 谭云本能躲过 黎诗音刺向咽喉的一剑 可是谭云却一副 力不从心的样子 就在剑刺来的同时 右脚一划 身体一斜 躲过了致命的一剑 而后 谭云一副抓住机会的激动模样 反手一剑 锋利的剑尖 抵住了黎诗音的眉心 本章晚 第1635章 信你一次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黎诗音难以置信地 瞪大了美眸 他万万未想到 自己明明战上风之时 居然败给了谭云 哎太可惜 第二排席位上 黎诗音说道 妹妹 你怎么就那么不小心 居然输了 还说人家 你不输了 黎诗音白了黎诗音一样 继而 看向谭云 不管怎样 我承认 我输了 谭云收剑抱拳道 小姐实力金云佩服 我只是侥幸而已 黎诗音点了点禽手 凌空飞下高台 闷闷不乐地飞落在灵霞天尊 混沌天尊身前 传音道 爹爹 娘亲 金云的运气真的太好了 女儿真的很不服 灵霞天尊溺爱地看着黎诗音 不露声色传音道 娘的宝贝女儿 其实你早输了 娘和你爹 早就看出来了 金云一直在让着你 否则 你根本伤不到他 至于这最后侥幸胜出 也是他装出来的 目的便是给你保存颜面 也给娘和你爹爹 留一些颜面 闻言 黎诗音讹眉一皱 娘亲 你说的是真的吗 当然 灵霞天尊传音道 金云这年轻人很不错 你可以考虑一下 你若喜欢他 娘为你做主 不要 黎诗音摇了摇 请手传音 怎么 你不喜欢他 灵霞天尊眉头一皱 传音道 他以三等天神所向披靡 这样的男人 你不嫁 你还想找什么样的 黎诗音抿了下珠唇 貌美不可方物的容颜上 浮现出一抹羞涩 传音道 娘亲 我想晚宴结束后 独自和他谈谈 闻言 灵霞天尊当时笑了 传音道 好好好 依你 笑吧 灵霞天尊起身 望着一号神台上的谭云 笑道 金云 你过来 是天尊大人 谭云掠下神台 飞落在灵霞天尊面前 灵霞天尊目光暂许地看着谭云 霞下拜师 灵霞天尊笑道 今日一跪 全当昔日 你对我无数次下跪的还礼 逆徒 我早晚收拾你 谭云暗到此处 跪在了灵霞天尊面前 叩首道 徒儿金云 拜见师尊 好好 起来吧 灵霞天尊笑着起身 搀扶起谭云 金云 还有九位师兄师姐 他们现在不在鸿蒙神城中 今后有机会 为师再把他们介绍给你 谢师尊 谭云开心而笑 金云 为师也没有什么好礼物送于你 灵霞天尊说话间 玉手一番 手中出现了一柄神剑 说道 这柄 是古属性的神剑 是极品天尊神器 为师赠予你 希望你将来有一日 境界提升后 可以拿着此神剑将来梵天魔赶尽杀绝 谭云双手接过神剑 目光坚定道 徒儿遵命 嗯 灵霞天尊笑道 金云 你现在已是本天尊的弟子 今后便可以长期留在鸿蒙神府修行 闻言 百成神王眼神中流露出一抹落寞 在他看来 自己将要失去谭云了 然而 谭云接下来的话 令在场除了薛缘柔外的所有人 感到深深的意外 谭云说道 师尊 徒儿有些话 不知当不当说 你说 灵霞天尊说道 谭云置地有声道 徒儿还是想回到域外擎天君城 徒儿身为您的弟子 更应该上战场杀敌 男儿志在四方 徒儿想要上战场 谭云自然不会留在灵霞天尊身边 那样一来 迟早自己会露出破绽 听后 灵霞天尊目光暂许地看着谭云 好 说得好 为师准了 待生辰大典结束后 你便跟着百成神王离去 徒儿多谢师尊 谭云深深鞠躬 灵霞天尊看向百成神王 叮嘱道 记住 若今后上战场 要保证金云的安危 若他有个闪失 本天尊为你试问 百成神王恭声道 天尊大人放心 属下必会保护好金云 嗯 灵霞天尊满意点头后 望着无上神王身后的白玄一 说道 一二 从今以后 你也是本天尊的记名弟子 金云便是你师兄 记住了吗 白玄一激动不已 来到灵霞天尊身前 跪在了地上 徒儿白玄一拜见师尊 徒儿记下了 嗯 灵霞天尊扶起来白玄一后 传音道 为师知道你父亲 想要杀你师兄 不过 为师希望 你能和金云和睦相处 不要自相残杀明白吗 白玄一不露声色传音道 徒儿明白 师尊放心 徒儿不会和金师兄为敌的 真不会为敌 当然是假的 而后 随着灵霞天尊宣布晚宴开始 顿时 夜空中 一名名鸿蒙神府的丫鬟 端着美酒佳肴 纷纷飞来 在接下来两个时辰中 众人饮酒相谈甚欢 当然 江龙神王 马伯尚 公孙庄烈几人 是喝着闷酒 他们儿子被谭云所杀 他们自然开心不起来 此外 展鹏和无上神王 则是好意 若他得知 大儿子 二儿子 也是被谭云所杀 估计 他就开心不起来了吧 夜已深 弯月愈发皎洁 灵霞天尊起身望着众人道 金云留下 其他人散了吧 是天尊大人 众人起身 纷纷告辞 不知师尊有何吩咐 谭云公身道 灵霞天尊笑道 金云 鸿蒙神府 乃是鸿蒙神界风景最美之地 月色如此之美 你就让师鹰带你四处走走吧 走的时候 切记不可乱碰这里的东西 因为府邸中设置着很多静置 灵霞天尊 显然是想给女儿和谭云 创造独处的机会 谭云不是傻子 他自然明白 是师尊大人 谭云恭敬应声时 他发现 正在离去的轩辕柔郊区 微微一顿 谭云不露声色地传音道 柔 我不会和诗音发生男女之情的 信你一次 谭云脑海中 想起冷冰冰之音时 他发现 轩辕柔已和暮风神王 暮晚清 百成神王 一同消失在夜色中 本章完 第1636章 直到遇到你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这时 谭云脑海中 响起了南宫玉沁不解之音 夫君 您不是没有古属性资质吗 为何方才你施展了古神幻见阵 谭云传音解释道 随着我境界提升 我体内的鸿蒙之力 可以衍生出新的属性 故而 虽然我不是古属性资质 但是却可以 使灵池内的鸿蒙神力 转化成古之天神之力 闻言 南宫玉沁这才恍然大悟 此刻 婷婷玉立于灵霞天尊身旁的黎诗音 望着谭云 月光下依稀可见 流露出一抹女儿家的羞涩 看来诗音这孩子 是针对京云动心了 暗存此处 灵霞天尊看着混沌天尊 黎诗明道 夫君 明月儿 我们一起送送至尊大人他们 哦 黎诗明应了一声后 一本正经地看着谭云 京云 不许欺负我妹妹哦 哥哥 你胡说什么呢 黎诗音 白了黎诗明一眼 嗨嗨 黎诗明尴尬一笑 便跟随父母 去送始源至尊 学隐天尊 云鹤上神去了 同一时间 刚离开疑神渊的轩缘柔 背齿紧紧地咬着朱唇 一步三回头地望着疑神渊 她看着学隐天尊 逐渐消失在视线中的背影 一颗颗泪水断了线的滴落 这一刻 她脑海中浮现出 昔日的一幅幅画面 娘亲 我很想知道 我爹爹是谁 您为何不告诉我 一个精雕细琢盘漂亮的小女孩 依偎在轩缘柔怀中 眼中禽着泪水 稚嫩的声音中 充满了不解与埋怨 小女孩不停地重复询问着 泪水滑落精美的五官 娘亲 叶尔求求您了 您就告诉我好不好 叶尔真的很想知道 轩缘柔将小女儿搂在怀中 美眸中擒着泪水道 学隐 你爹爹叫金亦 金亦 小女孩神色迷茫道 那叶尔为什么没有见过爹爹 是她不要娘亲和尔了吗 想到这里 轩缘柔泪水模糊了视线 轩缘姐姐 你怎么哭了 沐婉青看着轩缘柔 低声道 是不是因为金云那家伙 那家伙也真是的 把你这个未婚妻丢在一边 陪别人赏月 不但沐婉青画霸 便被沐风神王立声打断 胡说八道 你不想活命吗 天尊大人的千金 是你该说三道四的吗 面对呵斥 沐婉青瞪了一眼沐风神王 人家本来说的就是实话吗 你还说 也不看看 这是什么地方 沐风神王呵斥道 都是我把你给惯的 爷爷 沐婉青还想说什么识 薛缘柔说道 不关金云的事 我只是想到了一些不开心的事情 薛缘姐姐 我们回房间聊 走 沐婉青挽着轩辕柔 经过沐风神王时 吐了吐舌头 没大没小 沐风神王气不打一处来 沐兄 莫生气了 到我那里 我们再喝上一壶 百成神王提议道 在百成神王心中 由于谭云的原因 他觉得 沐风神王值得深交 而在沐风神王心中 亦是如此 若换作以前 拥有十大神王之称的 沐风神王 自然不会与百成神王走近 因为他知道 百成神王的祖上 得罪过灵霞天尊 不过他清楚 现在百家军出了一个灵霞天尊的寄名弟子 那么以后 灵霞天尊 必定会重新重用百家军 好 走我们一罪方休 沐风神王满口答应 便和百成神王 一同来到了百成神王的贵宾殿内 二人让侍奉的丫鬟取来美酒后 便开始畅议 交心而谈 同一时间 疑神园内 谈云和黎诗音 并肩漫步而行 没有人率先打破宁静 姐夫 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和这个狐狸精发生点什么 我以后就真不理你了 这时 谈云脑海中 想起了薛紫燕 富有威胁之音 还有 我孟一姐和神姐姐 她们也表态了 你敢和黎诗音 激激我我 我们集体不理你 文言 谈云颇感无语 传音道 紫燕我是那种见一个爱一个的人吗 你就是 薛紫燕声音再次响起 要不你哪来的七个妻子 加上薛元柔三个未婚妻 谈云 静云 你怎么了 心事重重的 这时 黎诗音停下了脚步 侧视谈云 天籁之音响起 哦没什么 谈云笑道 是觉得和我在一起 很勉强吗 黎诗音讹眉一条 没有 小姐您多想了 谈云攻身道 黎诗音轻诚一笑 没有就好 对了 以后你叫我诗音就行 你是我娘亲的弟子 不必那么见外 嗯 谈云点了点头 走吧 我带你四处逛逛 熟悉一下神府环境 黎诗音汗手道 好的 有劳了 谈云点了点头 便和黎诗音 闲停信步般 走在风景宜人的府邸内 接下来的半个时辰中 二人都未说话 黎诗音走在湖泊边时 月光下 他默然回首 深吸口气道 金云 你觉得我美吗 美 谈云如石道 闻言 黎诗音不知为何 自己此刻心跳声加速 一声重过一声 金云 我问你 黎诗音似乎想说什么 欲言又止 怎么了 谈云问道 哦没什么 黎诗音轻声道 说说你吧 你的家乡在哪里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 闻言 谈云想到了父母 年迈的爷爷 眼神中流露出思念之色 我的家乡在凡间未面 那里的人很朴实 我有疼我的父母 还有一个年迈的爷爷 谈云说完后 黎诗音问道 伯父伯母 他们还健在吗 嗯 谈云点头道 虽然我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了 但是我相信 他们一定还好好的活着 闻言 黎诗音抿了抿珠唇 低声道 我长这么大 还从未去过凡间 若将来有机会 你带我去可以吗 谈云随口道 当然可以啊 听到谈云同意 皎洁的月光下 黎诗音角色容颜上 流露出一抹坚定之色 他相权紧握 鼓足了勇气 说道 金云 我是一个对爱情感爱感恨的人 我遇到过无数的男人 却从未为谁动过心 直到遇到你 我不介意你有未婚妻 你 你愿意和我尝试接触吗 此话一出 谈云尔中九星神塔内 诗瑶 希尔等人 对黎诗音 瞬间产生了敌意 尽管他们清楚 黎诗音是谈云仇人女儿的原因 谈云必定不会同意 可他们心中 还是有些不适滋味 本章完 第1637章 伤心的诗音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鼓起莫大勇气的黎诗音 他本以为谈云会 欣然答应 他自信的原因有二 其一 自己是鸿蒙神界第一大美女 其二 那便是自己是灵霞天尊 混沌天尊的女儿 他相信 即便自己抛开身份 以自己的美貌 天赋 资质 任何男人都不会拒绝 也无法拒绝 可是他想错了 当谈云的回答说出口时 他才知道 一切的一切 都是自己的自以为 月光下 谈云面带歉意地看着黎诗音 轻声道 诗音 你是个好女孩 只是很抱歉 我们不合适 不合适 黎诗音 郊区一抖 看着谈云 为什么不合适 其实我已经有七位妻子 三位未婚妻了 谈云如十道 换句话说 谈云清楚 最好的报复 便是答应黎诗音 将其玩弄于鼓掌之间 然后 再报复灵霞天尊 但谈云有做人的原则 他断然不会做出如此举动 还有 即便谈云没有妻子 未婚妻 也断然不会接受黎诗音 没有别的原因 就是因为 她是不共戴天仇人的女儿 想到灵霞天尊对自己所作所为 谈云能站在这里 和黎诗音心平气和的说话 已是谈云最大的退步了 什么 黎诗音看着谈云 顷刻间 美眸中 浸满了泪水 声音颤抖得很厉害 原来你已经有这么多妻子了 说话间 黎诗音一颗颗泪水 断了线的滴落 蓝蓝自语的模样 令人联系 你已经有七位妻子了 七位妻子了 谈云深吸口气道 诗音 你是个好女孩 你会找到更好的男人的 我今云能得到你的青睐 是我的荣幸 你 你不要说了 月光下 黎诗音泪水模糊了视线 我的心好乱 失赔了 话罢 黎诗音立转郊区 哭泣着离去 望着黎诗音消失的背影 谈云叹息一声 便朝百成神王暂居的贵宾殿而去 鸿蒙神府 天尊殿 灵霞天尊刚返回天尊殿没多久 便发现黎诗音眼眶红润 心情失落地迈了进来 女儿 你怎么哭了 灵霞天尊一愣 在她记忆中 自己的宝贝女儿 是一个坚强 自主的女孩 这还是灵霞天尊 第一次见女儿 自九千多年前 成人礼结束后哭泣 娘亲 黎诗音泪水夺眶而出 扑在了灵霞天尊怀中 突然 嚎啕大哭了起来 娘的宝贝女儿 你快告诉娘 你这是怎么了 灵霞天尊 拍着黎诗音的肩膀 诗音不哭 有话慢慢说 你告诉娘 是不是晶云欺负你了 黎诗音气不成声道 她没有 欺负女儿 女儿只是恨和她相遇的太晚了 真的太晚了 娘亲 女儿真的好心痛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 娘的宝贝 这到底是什么了 灵霞天尊 看着仿佛受了天大委屈的女儿 她心痛万分 你快告诉娘亲 怎么了这是 娘亲 黎诗音将擒手 埋在灵霞天尊胸前 哽咽到 晶云她也有七位妻子了 还有三位未婚妻 为什么 为什么 乌乌女儿没能早些遇到她 为什么 听后 灵霞天尊一时之间 竟不知如何劝说女儿 她万万未想到 谈云已有这么多女人了 娘亲 你告诉女儿怎么办 黎诗音抬起琴手 泪汪汪的 看着灵霞天尊 女儿发现 真的好喜欢她 女儿真的好难过 好难过 灵霞天尊 双手捧着黎诗音 那被泪水打湿的面旁 轻声道 女儿 你要振作知道吗 天底下的好男人多的是 既然金云已有七位妻子 还有三位未婚妻 女儿你就放手吧 娘亲相信 以你的身份背景 样貌 天赋 放眼鸿蒙神界 所有男子 还不是你挑着选择吗 还有 既然他不适合你 也说明你的缘分还没有到 娘相信 总有一天 我的女儿会找到如意郎君的 闻言 黎诗音被池咬破了朱唇 泪水速速滴落 娘亲 你说得对 是我的缘分还没到 可是女儿真的很心痛 误误 看着女儿心痛模样 林霞天尊将其涌入怀中 轻声道 想哭就哭个痛快吧 哭过了 就慢慢地忘记金云吧 娘亲 万一女儿忘不了她怎么办 呜呜 黎诗音哭泣的样子 令人心疼 忘不了 林霞天尊深吸口气 眼神中流露出一抹杀意 那娘亲便让她身边的女人 一个个发生意外 然后 娘再为你们做主 闻言 黎诗音郊区猛然一颤 停止了哭泣 摇动情手道 不可以这样 娘亲 女儿不哭了 女儿会忘记她 娘亲 你不要杀她身边的人 女儿不想 因为女儿 让娘亲滥杀无辜 还有 若您真的这样做了 一旦金云得知 女儿和她 连做朋友的机会都没有了 看着女儿激动的样子 林霞天尊急忙道 好好好 娘都听你的 不对她身边的人动手 谭云返回贵宾殿后 发现百城神王 穆峰神王正在饮酒 却不见轩辕柔 穆婉青的身影 然而他人呢 谭云询问道 穆峰神王一边饮酒 一边说道 就在隔壁贵宾殿内 和婉青的丫头在一起呢 我去见见她 您二老慢慢喝 谭云留下一句话后 迈出了贵宾殿 瞬息之间 来到了轩辕柔所在的贵宾殿外 想到明日就要和轩辕柔分开 谭云心中很不适滋味 她深吸口气 迈进了贵宾殿 朝二楼走去 刚上二楼 便听到一道道对话声 从左侧一间房间内传出 轩辕姐姐 我真没想到 你的未婚夫月姬挑战的实力 会如此逆甜 轩辕姐姐 明日我们就要离开了 你难道不想去见见金云吗 想又如何 不想又如何 她也有七位妻子了 什么 那家伙 都有七位妻子了 谭云听到穆婉青说到这里 忽然 与其焦急道 柔 你不要哭了 轩辕姐姐 你别难过了 碰 正在房间内 安慰轩辕柔的穆婉青 发现房门被打开了 她回首望去 只见谭云迈了进来 本章完 第1638章 绝不轻饶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迈入房间的谭云 看到轩辕柔泪水素素的模样 她大不留心地出现在轩辕柔身旁 深情地道 柔 对不起 画霸 谭云猛地将轩辕柔搂在怀中 轩辕柔委屈的泪水 潺潺滑落 吹谈可破的熔年 她推散了谭云 你放开我 我不放 谭云质地有声 你放开我 轩辕柔声音戛然而止 却是谭云低头霸道地 吻上了轩辕柔的珠唇 轩辕柔瞪大了泪目 她挣扎着 想要挣脱谭云怀抱 却发现谭云越抱越紧 这一刻 轩辕柔内心极为复杂 有愤怒 也有浓浓的甜蜜 我不打扰你们了 穆婉青说了一声 便迈出了房间 将房门轻轻关上的刹那 给谭云传音道 轩辕柔姐姐 她虽然恨你 但是我能看出 她也很爱你 传音过后 穆婉青便转身离开 房间内 谭云双手捧着轩辕柔的情手 深情而霸道地吻着轩辕柔 任由轩辕柔相拳 不停地捶打着自己胸膛 轩辕柔一边捶打谭云 一边泪崩 谭云嘴唇离开轩辕柔红唇后 捧着轩辕柔的脸庞 情真意切地道 柔 这些年 我真的好想你 真的好想 文言 轩辕柔停止了捶打谭云 她那委屈的泪水 夺眶而出 谭云低头吻干了轩辕柔脸上泪水 却吻不干她那泪泉般的毛子 昔日 是我亏欠你 今生我会加倍疼你 谭云话罢 温柔的低头吻上了轩辕柔的樱桃小嘴 这一次 轩辕柔没有再捶打谭云 她缓缓地合上了泪眸 长长的睫毛 不停地跳动着 诉说着主人极不平静的内心 两久过后 轩辕柔推开了谭云 恢复了冷若冰霜的样子 你走吧 在没有找到我父亲之前 我不想见到你 谭云深吸口气 点了点头 你多保重 你也是 薛元柔冷冰冰地道 我走了 谭云说道 不送 薛元柔说话时 见谭云转身间 眼神中近视不舍 当谭云推门而出离开后 薛元柔朱唇轻起 想要说些什么 但最终并未说出口 清冷的月光下 谭云站在薛元柔居住的贵宾殿外 久久不肯离去 二楼窗前 薛元柔凝视着谭云 泪水模糊了视线 直到两个时辰后 慕风神王出现在谭云身旁时 他才收回目光 殿外 云儿 怎么一直站在外面 柔儿还没有原谅你吗 慕风神王慈祥地看着谭云 嗯 谭云笑得很牵强 慕风神王和蔼可倾道 云儿 你生辰大典薄弈受伤时 柔儿心痛哭泣的样子 足以说明 他其实很在乎你 老头子 我虽不知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 才闹到惊天地步 不过老头子我坚信 早晚有一天 你们会破镜重圆的 谭云点了点头 嗯 而后 谭云躬身道 明日柔儿就要离开了 今后还请您老多照顾他一下 这个你放心 慕风神王说道 在沐家军中没人敢欺负柔儿 老头子我向你保证 随后 谭云回到了贵宾殿 和百成神王贤聊片刻后 便上了二楼 躺在榻上 久久无法入睡 夫君 你不要难过了 谭云脑海中 想起沈素兵安慰之音 我相信 你和柔儿之间的误会 会解开的 嗯 谭云愁眉不展道 只是鸿蒙神界如此浩瀚 又时隔多年 柔儿的父亲 到底折服在哪里呢 看来 我要赶紧提升实力了 否则 即便找到 我实力低微 也会被他杀死 沈素兵传音道 夫君说的是 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 谭云稍加沉思道 宁魂重塑神石已找到 我需要一次大闭关 让境界突飞猛进 然后 想办法找到精灵族 复活玉树 待复活玉树后 我想前往鸿蒙九天先见 去试魂神渊 把语焉带走 帮他早日复活 谭云口中的语焉 便是不朽之主 亦是谭云妻子 笃定主意后 谭云和沈素兵 又闲聊了片刻后 便入睡 蓄日东升 众神王带着神兵 或者子嗣 和灵霞天尊告辞 灵霞天尊将众神王 送出鸿蒙神府后 说道 狱外百个要塞 是我们鸿蒙神界的门户 诸位要齐心协力 守护要塞 抵御狱外天魔入侵 属下遵命 百位神王一口同声 就在这时 黎世民迈出了府邸 看着谭云道 金云 我娘亲前些日子 刚刚炼制出来一座戒子时空 极品天尊神塔 外界一日 其内五百年 你还是留下来 和我一起修炼吧 顺便有机会 我们再切磋 此话一出 谭云当时心动了 外界一日 其内五百年 深深地吸引了谭云 看着谭云心动的样子 灵霞天尊笑道 金云 不如就留下修炼一些日子 待境界提升后 再返回晴天君城吧 徒儿遵命 谭云应声后 似乎想到了 什么看向百成神王 百成神王 看出了谭云心中所想 传音道 鱼儿 我知道你还惦记着 少神将观勇 和你生死之战之事 当初你在 晴天君城 精英神境闭闭关时 我其实也调查清楚了 当初真正想杀你的人 是我的孙儿百日 以你如今的实力 斩杀观勇轻而易举 而观勇当初之所以 以集训方式 把你引出来 想要杀你 也都是百姓好姓好德 观勇曾在 域外天魔大军来犯时 杀敌无数 立下了不少战功 给老头子个面子 你就饶他一命吧 待你闭关结束 返回晴天君城时 我自然会让他和百日 给你的交代 还有我的几个 想要杀你的儿子 我也会让他们 当面给你个交代 此外 百中也和我说过了 你在精英神境时 险些遭到了 少神将梁力的暗杀 此子仗着是 梁渊统帅独孙的身份 而无法无天 此事 带你返回晴天君城时 我也会让梁力 给你个交代 闻言 谭云点头传音道 好 既然您老都替关勇说话了 晚辈便饶他一命 还有 百日也好 百云大神将他们也罢 他们是您的子孙 晚辈不和他们计较 不过梁力 我绝不轻饶 本章完 第1639章 难以置信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好 多以你的 百成神王传音道 谭云又传音道 麻烦您老 把我妻子 他们先带回晴天君城吧 话罢 谭云便和耳中 九星神塔内的 沈素兵等人道别 谭云不留他们 在身边的原因 便是没办法带着他们 堂而皇之的 进入天尊神塔内修炼 沈素兵等人 叮嘱谭云安心修炼 在晴天君城等谭云回去后 谭云一念之间 耳中的九星神塔 便化为一道光束 钻入了百成神王耳中 百成神王传音道 云儿你放心 待我返回晴天君城后 便拿出我的十二阶 极品时空神塔 让你妻子他们进入修炼 听后 谭云目光感激传音 如此甚好 多谢您老 谭云相信 如今沈素兵等人 等寿 有了足够的天神权 修炼的速度 必会百倍提升 哈哈哈哈 你给我们百家君争了光 老朽谢你还差不多 百成神王笑着传音道 随后 谭云目送百成神王 目封神王 薛元柔 目晚清离去 谭云回首面朝 灵霞天尊深深鞠躬 面带歉意 师尊 昨晚徒儿 惹诗音不高兴了 是徒儿不好 灵霞天尊摆了摆手道 你们年轻人的事 为师不掺和 还有 感情的事 没有谁对谁错 为师只希望以后 你能和师尹好好相处便可 嗯 谭云重重点头肩 右手一翻 一枚玉剑出现在手 双手托着玉剑 递给灵霞天尊 恭敬道 师尊 这是古神话剑阵的功法 徒儿觉得 这套剑阵更加适合师尹 他若修炼后 越级挑战的实力 必定会愈发强大 还请师尊转交给他 灵霞天尊收起功法 满意而笑 金云 你有心了 你放心 为师会转交给他的 好了 你跟着世明 前往天尊神塔修炼吧 为师要送始源至尊大人一程 徒儿遵命 谭云应声后 便跟着黎世明 进入了神府 朝天尊神塔而去的途中 遇到了正朝府门 而去的始源至尊 血影天尊 云鹤上神三人 谭云和黎世明 向三人行礼后 三人点了点头便离去 望着血影天尊的背影 谭云鼻尖有些酸涩 双拳紧握 暗存道 女儿 带为父实力强大后 便和你相认 你等着为父 笃定主意后 谭云跟着黎世明 穿梭在亭台楼械的府邸中 不多时 来到了一座高达千丈的神塔下 金云 到了 黎世明介绍道 此塔便是天尊神塔 分为三十六层 每层可同时容纳三十六人修炼 你是选择单独一层 还是我们一起 谭云笑道 我单独修炼惯了 有旁人在 我不太习惯 我还是单独一层吧 呵呵呵呵 好 黎世明说道 你是客 又是我母亲非常器重的弟子 就让你先选吧 说吧 你到几层修炼 那我就去九层吧 谭云说道 好 走进去吧 黎世明带着谭云 进入天尊神塔后 便来到了八层 而谭云 则进入了九层内 轰隆隆 谭云又闭一挥 九层塔门便关闭了 好 非常好 谭云观察了一遍偌大的空间后 根据墙壁上 一缕缕蜒曲折的阵纹确定 再次闭关 外面任何人都不会窥视到自己 满意而笑过后 谭云便席地而坐 从神界中 祭出了一颗颗天神拳 开始炼化 同一时间 鸿蒙神城外 无上神王 将龙神王 马伯上 公孙庄烈 展鹏 相视而立 无上神王沉声道 金云现在 和以前身份不一样了 我们不可贸然行动 待今后他上战场后 只要百家军和我们合作抗敌 届时再抓住机会杀了他 无上神王的话 众人纷纷点头赞同 九个月后 百城神王返回了域外擎天军城 当即召集起了三百亿百家军 还有三大统帅 重将领 将谭云在生辰大典夺魁 以及战胜天尊大人儿女 成为灵侠天尊记名弟子之事 告诉了众人 闻言 百家军振奋不已 士气大振 尤其是谭云的好兄弟 百戌激动之情 异于言表 反之关勇当场便被吓晕了 而百封大神将的五个哥哥听后 亦是被吓得浑身发抖 光阴四箭 二百年已过 鸿蒙神府 天尊神塔 九层 盘歇而坐的谭云 已在塔内度过了极为漫长的 三千六百六十三万年 期间 谭云耗时三百万年 灵池内凝聚出了第四尊鸿蒙天神胎 迈入了四等天神 耗时三百三十万年 凝聚出了第五尊鸿蒙天神胎 迈入了五等天神 耗时三百八十万年 踏入了六等天神 耗时四百五十万年 踏入了七等天神 耗时五百三十万年 晋升了八等天神 耗时六百一十万年 踏入了九等天神 又耗时二百万年 将二十一阶光明霸体巅峰阶段 修炼成功 拥有着徒手撕裂五阶极品神器的强悍力量 最终又费时八百六十三万年 终于触摸到了半圣镜的屏障 说然 盘夕而坐的谭云睁开了双目 心眸中透露着霸天绝地的意味 嘴角亮起一抹迷人的笑意 哈哈哈哈 我等这一天等得太久了 终于触摸到半圣的屏障了 谭云豁然起身 打开九层塔门迈了出去 不多时 离开了天尊神塔 他要离开鸿蒙神府 找个无人地方杜劫 见过金公子 谭云一路走来 神府中的丫鬟 抚慰朝谭云纷纷行礼 就这样 谭云一路畅通无阻地来到了天尊殿外 躬身道 徒儿经云 有事见师尊 进来吧 天尊殿内传出灵霞天尊之音 是师尊 谭云大不留心地迈了进去 发现殿内黎世鸣 黎世鸣也在 而如今 黎世鸣 黎世鸣已是二等半圣 云儿 不错不错 外面短短二百年 你已晋升了九等天神 灵霞天尊目光赞许道 多亏了师尊的天尊神塔 否则徒儿还不知何时才能晋升九等天神呢 谭云化罢 又道 师尊 徒儿已触摸到了半圣境屏障 想和您说一下 徒儿要暂时离开鸿蒙神城 待杜杰成功后 再回来闭关 什么 你不仅迈入九等天神 还触摸到半圣境屏障啊 灵霞天尊盯着谭云 眸子里流露出难以置信之色 本章完 第1640章 踏入半圣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此刻 灵霞天尊身旁的黎世明 黎诗英 亦是一副见了鬼的模样 盯着谭云 兄妹二人未想到 谭云修炼速度 竟然如此快 谭云攻身道 是的师尊 徒儿的确触摸到半圣境了 听后 灵霞天尊笑道 好非常好 那你快去渡劫吧 徒儿告退 谭云应声后 刚转身迈出大殿 身后便响起 黎诗英的动听之音 金云 你等等 谭云回首望着黎诗英 黎诗英玩耳一笑 尤为动人 二百年前 你要我娘亲给我的古神换剑阵 我已修炼成功了 此剑阵的确博大精深 威力无穷 刚刚我和我哥哥切磋过了 仅仅半个时辰 我便战胜了他 金云真的谢谢你 谭云微微一笑 不客气 话罢 谭云转身离开 迈出鸿蒙神府时 脑海中响起了灵霞天尊之音 你是我弟子之士 我已昭告鸿蒙神界 从今以后 鸿蒙神城你 可以自由出入 徒儿明白 多谢师尊 谭云转身过后 自鸿蒙神山之巅腾空而起 消逝于茫茫云海中 一个时辰后 夜幕降临 谭云凌空飞落在鸿蒙神城 城门口处 数万名人归巨人 见来人是谭云后 纷纷单膝而跪 恭送金公子出城 年里 谭云画坝便飞出了城门 而后画为一道光束 消失在天际 三个时辰后 夜深 谭云飞离鸿蒙神城足够远后 凌空悬浮在一座座 高达数百万丈的雄风上空 释放出神石 确定四周无人后 他神色肃穆 开始激发半圣镜的屏障 顿时 谭云头顶上空 狂风大作 宛如一座座乌黑山岳般的乌云 遮住了脚跃 繁星 笼罩着方圆数十亿千里的夜空 轰隆隆 雷鸣滚滚 震得谭云耳膜生疼 那乌云密布的苍穹 恍若吞天魔兽 要降临一板 谭云画阴腐落 双手急速弹动间 一缕缕神力 自食指间迸射而出 在漆飞的夜空中 迸射入了下方 三百六十座雄风内后 画成了三百六十根 高达百丈的阵击 谭云便是以神力画为阵击 然后布置摩天幻阵 如此一来 若有人经过 便无法发现自己 这般做的原因 自然是担心别人看到 自己接下来施展光明霸体 杜劫的样子 嗡嗡 不多时 三百六十座雄风内 各蹦射出一蓬蓬无形的光幕 笼罩住了谭云 旋即 谭云就如同在山巒上空 凭空消失一般 实则 谭云依旧站在虚空之中 鸿蒙半生生死大劫 老子等你很久了 谭云发丝舞动 昂视着泰山压顶般的乌云 豪气万丈道 来吧 光明霸体 刹那间 谭云体型疯狂暴涨到了七千丈之距 一股股浓郁的生命气息 自体内澎湃开来 仿佛谭云是生命之泉一般 随着谭云施展光明霸体 他身体若受伤后 恢复速度便会从十倍暴增到百倍 这便是他抗衡天节最大的衣仗 以此同时 一股股由金木水火土 风雷 时间 空间 死亡 光明融合而成的鸿蒙天神之力 自他山岳般身体内钻出 犹如一条条巨龙 盘绕在他的身躯之上 轰隆 轰隆隆 顿时 方圆数十亿里的乌云中 浮现出一股股 不知长达多少万里的鸿蒙雷结 每一股鸿蒙雷结 像是一条条翱翔于乌云中的巨龙 璀璨而庞大 庞大而恐怖 嗡嗡 轰隆隆 顷刻之间 谭云头顶上空 方圆数千万千里的虚空 为之崩塌 紧接着 一股股鸿蒙雷结 自乌云中俯冲而下 吞噬了数千万千里的苍穹 也吞没了踏空而立的谭云 一时之间 以谭云为中心的 方圆数千万千里的苍穹 被那无穷无尽的浩瀚鸿蒙雷结所吞没 谭云杜结的场景 极为震撼人心 比其他九等天神杜结时的景象 要恐怖十数倍 在随后的七日内 一股股鸿蒙雷结 不停地从乌云中击穿了虚空 轰击在了谭云那高达七千丈的身上 体无完复的谭云 一次次被轰入了山巒间 又一次次顽强而固执地冲天起 踏空而立 傲视漆黑无墨 雷电交加的苍穹 转眼间 又过了三日 今日是谭云杜结的第十日 那浩瀚无垠的乌云急速退去 数席间消失的无影无踪 仿佛从未出现过一般 而身处幻阵内凌空而立的谭云 山岳般的身躯 早已伤痕累累 露出了一节节圣人的白骨 而谭云仿佛感受不到疼痛一般 毫无血色的脸庞上 浮现出了发自内心的笑意 生命之源 谭云施展了光明霸体的神通后 他头顶上方 虚空如水涟漪之际 幻化出一团洁白的光球 光球直径达到了万丈 里面散发出的生命气息 比谭云体内散发出的生命气息 要磅礴百倍 散 谭云一念之间 生命之源瞬间破碎 一股股磅礴的乳白色生命之泉 急速笼罩住了谭云 在生命之泉的笼罩下 谭云腹伤的身体 急速恢复起来 呼吸间便完好如初 下一刻 谭云体型皱缩 恢复了正常身高时 穿上了一袭白色长袍 接着谭云盘息而坐在虚空中 闭上了双目 感知着灵池内的变化 此刻 谭云灵池内的九尊鸿蒙天神胎 已经开始重叠融合 三日后 九尊鸿蒙天神胎 彻底融合成了一尊鸿蒙半圣胎 意味着谭云成功迈入了一等半圣 这三日内 谭云脑海深处的鸿蒙天神魂 也演变成了更为强大的鸿蒙半圣魂 嗡嗡 谭云白袍烈烈 发丝急速舞动间 浩瀚的神石 朝四面八方的山巒 急速延伸而去 当谭云神石 延伸至方圆一万三千亿千里时 才停止下来 要知道普通的六等半圣神石 可笼罩方圆八千亿千里 七等半圣 笼罩方圆八千五百亿千里 九等半圣 笼罩方圆一万亿千里 一等大圣方圆一万一千亿千里 二等大圣方圆一万两千亿千里 三等大圣方圆一万三千亿千里 而仅仅只是一等半圣的谭云呢 他的半圣魂强大程度 竟媲美三等大圣 本章完 三等圣 白圆一万一万一千里 二等三千里 三千里 百圆一万一千里 三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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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千里